哈囉 各位MOTO7的朋友 大家好 我是Iris 今天我們的三分鐘知識要跟大家講什麼呢 平常你們都看什麼 都看摩托車的小知識 那今天我們把輪子再加上兩顆 所以四輪的這個比賽當中 像是你可以常常看到的 F1方程式的賽車 或者是很多知名 像WTCC的四輪的房車賽 方程式跟房車到底有什麼不同呢 方程式賽車中的方程式呢 其實並非是數學的方程式 而是方程式的賽車的主辦單位呢 對於規格上面有非常明確的要求 像是車體的結構啊 長度 寬度 油箱的容量 甚至是一些電控設備等等 目前大家看到的方程式賽車呢 除了你常常可以在體育台裡面看到的 也就是最知名的一級方程式賽車 也就是大家俗稱的Formula1之外呢 其他你還可以看到像是GP2啊 還有三級方程式大家說的F3 那F3呢它的這個比賽成本呢 又叫F1稍微再低一些些 很多很多F3的車手都會呢 經過這樣的一個殿堂訓練之後呢 晉升為F1的車手 考一考大家 你們知道美國非常知名的賽事 印第卡也就是印第賽車 它屬於在方程式賽車當中嗎 答案是叮叮 為什麼呢 印第卡跟方程式 一樣都是踩單座且四輪開放式輪胎的設定 那為什麼不是呢 因為它呢 它不屬於在FIA的國際賽事範圍內 它的規格啊還有條件啊都有點不一樣 所以呢 它不是方程式的賽車喔 這樣大家了解了嗎 房車賽相較於方程式賽車 它用的賽車呢 是一般公路上可以看到的量產車來改裝而成 在外觀上跟市售車的差異其實並不大 並不像方程式賽車那樣的乖章 同時在性能上呢 由於先天上受限於量產車的體質 所以在速度的表現方面 其實是比較不如方程式賽車 但是還有優點就是 它的參賽的費用喔 是比方程式還要稍微再低一點點 同時呢更具有呢 車款宣傳的意義 所以呢其實很多的大車廠啊 他們呢都不斷的在參與各國的知名賽事 像是大家都很關注的WTCC啊 跟TCR合併的WTCR 還有呢像是德國非常知名的房車賽 DTM以及澳洲的VA Supercar等等 對啊你們想知道快多少嗎 在2014年在澳洲的Malvern的賽道呢 就舉辦了一個很有趣的一個賽事喔 它是集結了Red Bull的F1賽車 還有呢VA Supercar以及AMG C63呢 這三款車款喔 同時在禁止起跑之後呢 欸他們的相差多少呢想知道嗎 F1的賽車呢就比VA Supercar呢快了24秒之多 哇是不是這麼天時地利人和呢 今天的三分鐘希望你們會喜歡Mono7的朋友們 我是Iris 下次再見 掰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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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會不會 很明顯 發生 是 換